字幕翻譯 只剩一塊木板, 弄得地圖很髒 怎麼會曬曬?還鬆鬆 不是吧?這麼兒戲? 我打去管你們的主角會派人上來看看 雪兒? 嘻嘻,又是我 為什麼還沒打電話 你就認識自己上來? 剛才有幾戶說他爛了玻璃 那塊木板說鬆鬆的 那就上訂來看看 你來弄好窗戶的 上來拍照 是這樣的嗎? 換點過兩天,都要換玻璃了 弟弟,為什麼你包藥會放在廁所? 什麼?在廁所? 是不是Jeff的自滄藥? 你那些不要亂放,待會沒得吃 弟弟…前兩天教你沙布加奶油 有沒有舒服一點? 舒服一點了,謝謝你 你舒服,好,雪兒還有很多東西教你 雪兒,你和濕疹也挺友善 我和弟弟很友善 你弟弟也有濕疹的 斷極也斷不了了嗎? 上當年,我也是一個斷過尾的人 你又不需要這麼擔心 你又看醫生,有一室藥 加上雪兒的獨門秘方 我一定會醫好你的 對,雪兒,你有什麼獨門秘方? 你有沒有米? 月尾紮紮的 他應該不是說這種話 我說吃過米 廚房有米 去拿米… 我們現在就要拿米出來洗 多少什麼? 沒所謂,我要洗米水而已 洗完米就… 這麼多口水,我來了 繼續發,繼續去 這夢裡這麼可退 就繼續遲流水 好聽 好聽是不是? 那我就不收回了 我真的用洗米水塗進濕疹的 不是,是煮滾,然後用來蒸芬 說得好像煮了我一樣 很快而已,待會煮滾就慢慢蒸 應該要煮好久了,我先洗澡 你洗澡嗎? 記住不要用這麼熱的水 那怎麼叫不是這麼熱? 我也不懂得說 不如我進去跟你試試 你不是想看著我洗澡吧? 當然不是 算了…我不洗澡了 吃東西也要注意 很容易的 又怎麼樣? 當然要吃對皮膚有幫助的東西 炸魚皮的是不是? 炸魚皮? 對,魚皮嘛,以形補形 吃完又可以拿一塊東西 放在這邊 以形補形不是這個意思的 炸魚皮這麼熱氣 當然是小吃為妙 那我可以吃什麼? 三文魚、吞拿魚 這些高油份的魚就最好了 弟弟,用刺身做零食 簡直是極急享受 算了…我什麼都不吃了,我溫暑了 你又做什麼? 我看見一張炸魚燒髒 我想消毒一下就抹一下 當然不行 酒精這麼高刺激性的東西 會令濕疹惡化 那我什麼才行? 這個又不行,那個又不行 我做什麼才行? 那洗米水就行了 洗米水就行了 快點把刀拿出來,然後蒸它 沒問題 來… 小燕 少了嗎? 這麼滾,你不是真的打算用來蒸我嗎? 不用怕,沒事的 我不要 我不要 這麼耳熄的? 塵都吹進來了,我亂濕疹了 弟弟,你濕疹復化了嗎? 搞什麼?槍也破壞了? 意外 你是誰? 我是新麗的管理員,雪姨 你在幹什麼? 幫她醫濕疹 醫濕疹? 管理費也要幫忙嗎? 大家好,醫生與你又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有我Maggie,梁漢寧 和孔凡藝醫生,Ivan 剛才的主演劇中,家人有濕疹 身邊有很多人關心她 提醒她生活上有什麼要注意 我就覺得很溫馨了 是呀,Maggie 對於濕疹的患者 除了塗藥膏、服飾藥物 甚至用光學治療 或者用生物製劑等治療方法之外 日常生活其實也有很多要留意 所以我們今天就談談濕疹的保健方法 讓我先介紹一下今集的嘉賓 他們包括是 香港大學內科學系 名譽臨床助理教授,陳俊賢醫生 大家好 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 名譽臨床助理教授,陳奕俊醫生 大家好 陳錦華註冊中醫師 和劉家豪,澳洲註冊營養師 歡迎幾位 濕疹患者本身對於溫度特別敏感 要有些適當的護理 究竟日常的護理提示是怎樣呢? 陳俊賢醫生 其實的確日常生活的護膚都是很重要 因為其實做得好的話 可能用藥都會少一些 對於療效上都會事半功倍 日常生活剛才Ivan都說到 其實二位性皮膚炎的病患者 對於溫測或者溫度 其實都特別敏感 很多時候我們洗澡 我們喜歡沖一些熱水涼 其實對於二位性皮膚炎的病患者 不是真的很適合 沖一些過份熱的水 其實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他們就會熱水 將我們過份 將我們皮膚表面的皮脂質都洗走了 如果過份洗走皮脂質的話 當然皮膚表面就很乾燥 我們都知道 當我們皮膚表面很乾燥的時候 皮膚表面容易有些裂口 當個表皮打開了門口 有些裂口的時候 環境裡面的敏感緣 刺激緣 容易直接入到真皮層裡面 就會令到本身濕疹 或者二位性皮膚炎的病情都會加劇 所以洗澡用的水 就算熱的話 我們一般都說40度以內 希望真的不要太熱 很多老人家開到43度 45度才舒服 我們覺得對於濕疹的病情 其實是會有變差的 除了說熱水洗澡之外 日常生活都有其他要注意的一些要點 其實護膚膏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都說到 其實二位性皮膚炎的病患者 因為先天基因的緣故 他們製造保濕因子的功能 其實是下降了 所以其實皮膚表面都鎖不住水分 另外 不斷不受控制的炎症 原來都會令到保濕因子 其實不斷地流失 所以其實二位性皮膚炎的病患者 皮膚表面是相當之乾燥的 所以選擇好的護膚膏 其實是很重要的 市面上的護膚膏 都標榜很多不同的功能 我們買一些具有多種的保濕功能的護膚膏 是很重要的 另外選購護膚膏的同時 我們希望選一些 少一些標榜不同的功能 比如美白、拉緊的功能 就減少一些 越少一些添加劑 越少一些防腐劑 越少香料的護膚膏 對於二位性皮膚炎的病患者 其實是更加適合的 陳醫生 你剛才提到 病人選購潤膚膏都很重要的 但其實可否再詳細一些 教一下病人應該怎樣選擇 有甚麼成分特別好 或者是否有機特別好 其實護膚膏都是一個挺大的學問 大家都未必知道 我們經常用護膚膏 經常都買很多護膚膏 其實有甚麼功能 在市面裏面 我們見到的護膚膏 其實大致有三個不同的功能 通常護膚膏都有其中一個 或者多過其中一個的功能 第一個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把水分打成藥膏 直接把這些水分 排在我們皮膚的表面 這些就是最簡單的護膚膏 第二個功能就是在皮膚的表面 產生一層薄膜 即是塗上去 包括一些成分 譬如石蠟油 可以在皮膚的表面 產生一個薄膜 有一個屏障的功能 減低水分的蒸發 變相可以幫我們保住水分 這就是第二個最大的功能 第三個功能 就是你新的護膚膏 都很有趣 它可以將一些很特別的 保濕因子加入護膚膏的裏面 其中一個我們都常見 或者挺好的一個保濕因子 叫做神經流胺 其實它就是天然 我們表皮細胞 與表皮細胞之間的 那些保濕因子 其實它們的功能 就幫我們鎖住 保住水分 其實我們發覺了 二位性皮膚炎的病患者 在醫學上面 就是基因 令它製造這隻保濕因子的功能 下降了 少了這隻保濕的因子 既然現在我們知道這隻保濕因子 是什麼 可以做得出來 加入護膚膏的裏面 除了將水分 補給我們的皮膚表面之外 亦都加了這個保濕因子 變相幫我們保住水分 令到那個保濕的效果 更加持久 市面上的護膚膏 不來乎都有這三個很大的功能 我們建議 我們二位性皮膚炎 或者乾燥皮膚的患者 可以選一種的功能 或者多過一種功能的護膚膏 就會令到那個護膚的效果 更加好 另外病人都經常問我們 是否有機的護膚膏會好一點 的確是真的 少些化學物質 少些香料 少些防腐劑 敏感的機會就會減低一點 不過也不要太著重 是否有機 因為其實挺天然的物質 都有機會敏感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大家都會知道 檸檬、芒果都有敏感 不是純粹天然的東西 有機的東西一定不會敏感 最重要的 就是選擇一個適合自己 不會敏感的護膚膏 陳醫師 不如你又說說 一些日常的保健方法 有一個很古老的方法 其實也挺有效果 就是利用洗米水 分精濕疹的部位 意思就是說 將一些洗米水 煮滾了之後 利用它的蒸氣 分一個濕疹的 患者濕疹的部位 其實原來現在發現 洗米水裡有很多維他命 經過分精 煮過之後 這些維他命 就可以經過蒸氣 被皮膚吸收 而且這個蒸氣 亦可以達到保濕的效果 此外 因為濕疹和情緒都很有關係 所以避免一些精神上的刺激 也很重要 讓我跟營養師 健身聊天 我想問你 濕疹的患者 是否應該要吃得清一點 其實很多有濕疹的朋友 和家長 其實也會經常問 是否要吃清一點 其實不是吃清一點 就可以幫到全部濕疹 我們要知道 究竟它的濕疹 是否跟食物敏感 或者食物過敏有關 通常我們都會建議 朋友可能會做一些 我們皮膚的點測試 或者一些血液的過敏測試 確認究竟它是否因為 食物過敏引致的濕疹 如果是的話 有很多研究都發現 其實戒口 戒口對於他們來說 是沒有太大作用的 但是很多朋友都會發現 戒了牛奶、芝士、乳酪之後 其實濕疹好像比較好 其實因為很多時候 以上的食物的話 飽和脂肪的含量比較高 飽和脂肪高的話 其實會令到我們身體 製造很多的肺炎因子 肺炎因子多了 我們便會痕癢 所以的話 其實我們會有很多的 其實當我們戒掉的話 可以很短暫地控制到 一些發炎的情況 但是對於長遠來說 未必有大大的幫助 陳醫師 從中醫的角度 濕疹的病人 應該避免吃甚麼呢 在個體化的介口裡面 我們認為 如果是濕熱比較重的病人 就不應該吃濕熱的東西 這些包括芝士、芒果、筍 這些都是濕熱的食物 另外就是一些 如果體質比較寒涼的病人 就不應該吃一些山冷的東西 不應該吃一些貝殼類海鮮 不過其實我們也要看病人 具體的情況 如果是你吃一些食物 覺得很不舒服 你就不要再吃了 詹姆,我想問你 可否介紹一些滋潤皮膚的食物 天然可以滋潤皮膚的食物 其實他們的維他命A 或者維他命E的含量 會比較高 大家可能有聽過 大家可能有聽過 就是紅蘿蔔、木瓜、吞拿魚 和三文魚 其實裡面的維他命A的含量 會比較高 因為維他命A可以幫助我們 更加快地修補我們的皮膚 另一方面可以加強 我們皮膚的鎖水力 這樣就可以令到我們的皮膚 可以變得更加濕潤 另外其實維他命A 可以幫助我們皮膚 提升它的免疫力 可以幫助我們 可以抑制一些病原體的生長 另一方面 就是維他命E豐富的食物 維他命E豐富的食物 通常可以在堅果裡找到的 譬如葵瓜子 或者一些核桃 還有很多女士都很喜歡吃的 牛油果 裡面其實有很豐富的維他命E 維他命E其實很多研究都發現 可以幫助我們的皮膚 可以燒到鹽 和可以加強我們的皮膚的鎖水力 加減 所以其實以上的食物 都可以幫助到我們的皮膚 我的小朋友就很喜歡踢球 簡直當作是第二生命 所以我想很多家長 其實都想知道濕疹的小朋友 究竟是適不適宜做運動 曬太陽 好像有些小朋友 他連水都不敢游 陳奕俊醫生 你有甚麼建議 是的 其實運動對於小朋友 真的非常重要 特別在體能發展方面 所以就算患有濕疹的小朋友 我們仍然建議小朋友 做適量的運動 不過家長要留意 當劇烈運動之後 當然小朋友的新陳代謝快 所以會出很多汗 記住快點回家要洗澡 洗澡後最重要就是要保濕 提供了保濕的程序的話 運動就不會影響濕疹的情況 而第二方面 如果在劇烈的陽光之下 暴露了牆的時間 對濕疹的情況都是不理想的 所以我們建議家長也要考慮 如果小朋友要出去戶外活動 都可以選擇一些 不是烈日當兇的情況下 就比較理想 我聽說用金銀花洗澡 都可以改善小朋友濕疹的情況 是否真的,陳醫師 是,Maggie 因為小朋友的濕疹 很多時都是因為… 特別是暴雨期 就是因為母親吃很多濕熱的東西 特別是補品 而令到小朋友 即嬰幼兒有濕疹 所以嬰幼兒的濕疹 其實很多時都是一些急性的 偏屬於濕熱型的濕疹 而這個金銀花 是可以清理脾胃的濕熱 所以用金銀花 為這些有濕疹的嬰幼兒去洗澡 就可以減輕濕疹的不舒服的情況 但是如果看到有發炎的情況 就要小心一點 患濕疹的病人其實就很需要家人的支持 尤其是一些很重症的濕疹的患者 陳俊賢醫生 你有甚麼建議給患者和他家人呢 其實患上了二位性皮膚炎 是一家人的事 都不只是個小朋友 其實家長都有一個很大的角色在 我們看到不少的病人 其實這些比較年輕的病人 可能有抑鬱或焦慮的狀況去出現 可能有一些general 有一些比較整體的建議給他們 就希望他們明白 其實濕疹是有得醫的 雖然未必可以完全根治這個病 但是現今的醫學 無論塗茶的藥膏 口服藥 或者針藥 或者剛才講到很多保健的方法 可以幫助我們有效的控制病情 令到我們的外觀有一個很大的改善 另外作為病患者的朋友 家人減低的歧視其實都很重要 希望他們多一些的明白 知道這個病其實是自身免疫系統 或者基因的問題 跟傳染性其實是無關 減少歧視的話 對他們融入社交生活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匹抑 今天多謝各位嘉賓詳細的解釋 聽了幾位專家對濕疹保健的貼士 希望觀眾都可以有所收穫 濕疹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可怕 最重要是你用甚麼方法 以及甚麼心態去面對它 沒錯 接下來就是現在的訪環節 這次家長有甚麼疑難 要問問醫生呢?大家一起看看 Choco是一個全職媽媽 有兩個精靈的小朋友 哥哥俊俊今年四歲 妹妹浩兒七個月大 Choco發現浩兒睡覺的時候 一隻手指經常會有輕微的抖震 鄧醫生 世文, 進來坐吧 鄧醫生, 有位家長留意到 小朋友在睡覺時有些小動作 很擔心他是不是做噩夢 不如我們視像跟他聊聊吧 好啊 Choco, 鄧醫生在這裡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浩兒的情況 你好, 鄧醫生 我想問, 浩兒 他由出生去 大家睡覺的時候 有時會手指動 或者整個人 摘一摘 我擔心他是睡得不睡 還是發惡夢 到半歲的話 其實這個情況是否正常 其實媽媽就可以不用那麼擔心 這些很可能是一些很自然的反應 可以是一般的良性的睡眠抽搐 又或者是一些 寶寶仔獨幼的原始反射 那什麼是原始反射呢 其實小朋友的腦部未發展很成熟 他的腦幹 以至水 其實都是處於一個發展中的階段 很多時候 有一些外界的刺激的話 就會觸發他一些特定的反應 剛才那個很可能是一些驚嚇的反應 例如突然間有些聲音 有些動動的話 他也好像嚇了一跳, 震了一陣 甚至乎手腳會伸直 這是一個很平常的反應 像我女兒一樣 她現在大概三個月大 都會有這個情況 是呀, 我兒子小時候都試過的情況 就是明明在睡覺 然後可能關一關房門 他整個直勢這樣搓上來 其實還會不會有其他 寶寶的原始反射的情況出現 其實有很多很多種 我們主要分為三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剛才那些 手腳類的反射 又是剛才那個驚嚇的反射 另外一類就是一些 口部、食道的反射 例如我們叫做一些 沉雨的反射 是怎樣的呢 例如我們餵寶寶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將奶嘴放在嘴角邊 他的頭和嘴 就會追著奶嘴去找食物 這個我們就叫做沉雨的反射 另外一個就是叫做吸絕的反射 在小時候的BB 可能幾個月大的BB 我們放些東西進他的口 例如奶嘴 又或者甚至乎我們的手指放進去 他立刻會有吸絕的動作 這個也是一個原始的反射 最後一類就是頭頸的原始反射 有一個叫做頸部張力不對稱的反射 很複雜 其實就不是很複雜 只不過在BB 如果他的頭 隨便一邊 例如左邊的話 他左邊的手就會伸直 右邊的手就會彎曲 變成像一個射箭的動作 那這些原始反射有沒有用的 其實一般對生活 對他成長 就沒有什麼特別關係 不過有時候我們做醫生 為了測試小朋友 例如他的聽覺 我們就會用剛才的驚嚇反射 去幫幫他 那怎樣做呢 就是我們做一個很大的聲音 他如果聽到的話 就會震一震 或者伸直了手腳 我們就知道他的聽覺 是沒有問題的 我想問好像 浦兒這個情況 有沒有說是會維持多久呢 或者是去到什麼階段 你覺得這個情況 就屬於不正常的 其實媽媽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六七個月打後 這些原始反射 就會慢慢減少和消失 原因都是因為他的腦部 中樞神經 開始慢慢發展成熟 這些我們叫做 小小不必要的反射 就慢慢排除在外 但如果真的去到一歲之後 都持續有這個情況 甚至乎是越來越頻密的話 我們就要來了解一下 他有沒有其他的身體狀況 例如小朋友都可以患有陽簡症 這些時候就要看醫生去接受檢查 如果好像浩兒的情況 手指仔經常都輕微震一震 家長真的很擔心 要不需要做什麼去安撫小朋友 其實真的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是一些很原始的本能反應 基本上不管他都無所謂 不過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不需要小小拍一下他 輕輕哄他睡覺 其實就可以了 有些老人家當時都跟我說 就是幫寶寶包皮仔包得緊一點 又或者是整個米袋仔 摘著胸口睡覺 他們就會睡得穩一點 這些做法是否真的行動呢 其實醫學上沒有特定要這樣去做 也不會阻止他有原始的反射 不過如果我們包得緊 令到他覺得好像有爸爸媽媽 抱著抱著 而睡得軟一點的話 其實都會幫到他睡覺 但我們要記住一樣東西 不要過分地束縛他的下肢 因為有些時候包得很緊的話 會影響了他寬關節發展 那就要留意了 明白了 謝謝鄧醫生 浩兒是沒問題的 所以Charko, 你不用擔心了 好, 謝謝 沒錯, 謝謝